DMI 全名是 Directional Movement Index 稱為動向指標或趨向指標 DMI 是一種用於衡量趨勢動向和強弱的指標 一般適用於中長期的趨勢判斷 DMI 總共由三條線組成 分別是正DI 負DI 和 ADX 正DI 線和負DI 線用於判斷趨勢的方向 而 ADX 線用於衡量趨勢的強度 正DI 線是上升動向指標 當價格上升 正DI 線亦都向上 而當價格下跌 正DI 線就會向下 負DI 線是下跌動向指標 表現方式和正DI 線相反 當價格下跌 負DI 線會向上 而當價格上升 負DI 線就會向下 一般來說 當正DI 線升穿負DI 線的時候 代表上升趨勢較為強勁 價格會持續上升 可以作為買入信號 相反 當正DI 線跌穿負DI 線的時候 代表下跌趨勢較為強勁 價格會持續下跌 可以作為沽貨的信號 不過 用兩條線相互交叉 判斷趨勢方向 只適用於有明確單邊趨勢方向的走勢 不適用於上落市 所以需要配合 ADX 線的運用 ADX 線是平均趨勢指數 波動範圍介乎於 0-100 之間 一般會以 25 作為分界 ADX 線在 25 以下 代表沒有趨勢 處於上落市 而當 ADX 線上升超過 25 的時候 代表單邊趨勢正在形成 數值越高 代表單邊趨勢越強 相反 當 ADX 線下跌的時候 代表單邊趨勢減弱 所以三條線配合使用 可以增加準確度 當整 DI 線升穿負 DI 線的時候 再加上 ADX 線上升超過 25 的時候 代表單邊趨勢足夠強勁 價格將會出現升浪 相反 當整 DI 線跌穿負 DI 線的時候 加上 ADX 線上升超過 25 的時候 代表單邊下跌趨勢足夠強勁 價格將會出現跌浪 當 ADX 線不斷下跌 代表原先趨勢失去力量 是逆轉的時機 舉個例 當 ADX 線上升超過 25 的時候 代表單邊趨勢正在形成 而當 ADX 線由上升轉為下跌 甚至跌穿 25 的時候 代表原先趨勢越來越弱 如果在 25 以下徘徊 價格醞釀轉勢 當 ADX 線升超過 25 的時候 新一輪單邊趨勢就會出現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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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